242.Milk 楊千華迷你兵愛 薩嬌 2015年7月9日MufiS091 093CAS大人總會認為小朋友好多精識任意 事實上他們的學習能力很強,有恩性虛明白每一個故事 為迷你兵團配音的楊千華說現今的動畫越來有心意 他表示,以為人母,更了解小朋友的世界 亦更易被一班同心壯志的迷你兵感動 看迷你兵不是小孩的專利,大人也可從中找回初心和童真 最難得是,大人四路都可以一起笑餐飽嘛 迷你兵團 上映日期 7月9日千華說這次配音傳為了寶貝兒子 但小孩只大多喜歡英雄角色,這次聲演反派 兒子有無詩,千華說,他仍未看,笑,但我喜歡挑戰 這次嘗試聲演反派有難度得來令我很滿足 迷你兵最出名一口流利的獨門外聲語 千華跟兒子溝通時又可有什麼私房 我性格比較直接,反而經常用大人語氣跟他說話 而且他好喜歡模仿別人的動態 有時他跟別人說話時表現好老直 但有時又會扮女同學說話 嬌底地講女仔的好分離,笑,千華說 跟兒子一起看得越多動畫,越覺得這不只屬小孩子的娛樂 只要有意義和符合logic就值得欣賞 將我很喜歡看藍寶石王子和聖鬥士聲齒 故事好有意思,有時覺得某些場面好深奧 但小朋友又會有自己的理解 就如迷你兵團,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會有各自喜歡的部分 迷你兵團堪稱壞蛋掌門人系列前傳 但大家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迷你兵追隨大壞蛋西里戈前的經歷 原來,一直以效力大壞蛋為生存目標的迷你兵 跟過很多大佬,如暴龍、法魯王、拿破崙、德古拉伯爵等等 但經常剋死主人,直至遇上女壞蛋殺天嬌 這群迷你兵豐美男女老友真的有原因 故事直接異名,有種blackhumor但又充滿正能量 你看下他都剋死幾十個壞蛋,真係好放辣兼抵死 我自己配音時都忍不住笑喊 他們那種幽默感很有追看性 千華最近愛心校長形象上身 今次卻聲演壞蛋殺天嬌 形象180度反轉的他笑言 其實我和殺天嬌都此詞 工作上大家都很determined 決定了一件事就堅持做到最好 做到底 角色英語版由作風同樣很determined的金像 拍攝後sandre black配音 欲有一樣子的sandre和圍圈中出名的女強人媽媽 千華自然很喜歡對方 她是很有個性的演員 這次配音前特別參考她的版本 sandre把聲令我好快投入到電影裡 知道啊,原來殺天嬌是這樣 好多時都跟從她的方向去配 無求表達殺天嬌的硬朗和決斷 第一次為動畫配音 卻適逢大病 千華坦然有壓力 當時病緊不夠氣 幸好電影公司就我每日只需配二至三個鐘 因為殺天嬌永遠用好和x好sexy的聲調 講一起面的說話去夜如迷你冰 那種音例速Z的邪惡感覺好難那滅 所以我要用盡大細聲 益揚遁錯等技巧去演繹她的善語樂 加上坐我隔離母號L 曉鋒又常逗我小 配完都真係幾笑 我自己最喜歡殺天嬌出場那幕 在那短短的數十秒讓觀眾知道由我配音 角色的霸氣以及故事的方向 這莫難度好高 我配料很多次TextCastDesignLamp